早晨,歡迎大家回來我Learn with Tom Lee的 廣東話粵語第49輯的大合集 包括有結構語一字多音、你語兒歌、歌言和有禮貌的說話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鈴鐺和旁邊的鈴鐺 我們現在開始講秘笈,亂按喊 首先跟大家說有禮貌的廣東話詞語 如果做完一天的事,或者開完一天會之後 你現在要回家,要下班 你就會和你的同事和你的朋友說的一句說話 會是甚麼呢?再見 各位,我要走了,再見各位 如果在一個派對裏面有一位朋友 因為有些事要趕著離開 但你又很想留下他 你會說的說話會是甚麼呢?留步 你可以稍作留步嗎? 在一門吃完生日蛋糕才酒吧 這個就是留步 在會議上,同事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見給你 希望這樣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但是你需要時間去考慮 你就會說,你們的建議 我需要時間去斟酌一下 請不要用太多的時間去斟酌一些微小的事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大事跟著做的 廣東話禮貌詞語 二,如果我們要有禮貌地問別人的意見 我們會用甚麼詞語呢? 高見 現在我們面對的困難 我一時間都想不到辦法 那問閣下有何?高見 在上屆比賽之中的冠軍人馬 在今屆又再一次奪得冠軍 我們又用甚麼詞語去形容他這次的做法呢? 衛免 他在今屆的網球比賽上再一次衛免 但是這裡大家要留意 有很多時候我聽新聞 他們就說 其實上屆的冠軍能夠衛免冠軍 那這個是錯的 因為衛免已經是講解 成功再次奪得冠軍 才叫做衛免 所以如果我們用衛免冠軍 也就是說成功再次奪得冠軍冠軍 那是重複了冠軍這兩個字的 當我們有問題而不知道答案 又想請求別人給我們一個答案 這個時候我們又用甚麼詞語呢? 請教 我想請教閣下 怎樣能做出一頓美味的大餐 讓我的家人可以吃得開心快活呢? 有禮貌的廣東詞語三 你要感謝一個人來到你家做拜訪 你又會說甚麼話呢? 嫁臨 本人十分高興能夠得到國下親自嫁臨台寫 如果你在期待一些客人來臨 你會用甚麼說話去形容? 恭候 國下中醫都出現了 我們已經恭候多時 請盡快上座 我們可以容善了 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要請求別人多多照顧你 你會用甚麼詞語呢? 多多關照 我初來報道 人生路不熟 請志榮兄你多多關照 萬事提點 又或者你去到一份新的工作裏面 你也可以說同一句說話 因為一份新的工作和一份新的地方 其實對於你來講 都是人生路不熟的 多多關照這句說話是非常之好 記住我們廣東人的說話 禮多人不怪 禮貌廣東話言詞 四 叫別人要多些照顧自己的身體 不要生病 你會說的話是保重 今天的天氣忽冷忽熱 你在上班下班的時候 要多些留意天氣 多多保重身體 你收到別人的請帖 邀請你去一個華麗的婚禮 你會說的話是榮幸 我剛剛收到國下的 緣婚之喜的請帖 我感到十分榮幸 到時我一定會嫁了 有一次會議之中 你用什麼謙虛的言詞 去形容自己的意見呢? 絕見 據本人之絕見 我們首先要搞好市場推廣 才好將貨品推出市場 禮貌廣東詞語 你想用很有禮貌的說話 去問別人的姓氏 貴姓 國下應該是剛剛搬到這個區域居住的人士 我們很歡迎你的來臨 請問國下貴姓 或者你可以用高姓大名 希望別人提點和教導你 怎樣去做某些事情 或者你去到一個新的地方做事 你會說的話是多多指教 各位同事 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請各位多多指教 提點提點 你想感謝別人照顧 或者幫忙你的說話 你會說 費心 我這幾天都病到 在家中休息 但你每天都煲湯來給我喝 真是有勞你的費心了 文雅的廣東話詞語 當你有珍貴的相片送給別人 但又希望別人能夠好好保存 那些照片 你會說 遺傳 這幾張相片 是我保存下來最珍貴的照片 我現在送給你 希望你能遺傳 但我們不要用 希望你能好好遺傳 因為遺傳已經是代表了 好好保存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加上好好遺傳 就變成 麻煩你好好保好保存 就重複了好好那幾個字 你收到家人的來信 我們用什麼的言詞 去形容這些信件呢? 加書 在這個年代 如果大家收到一百個 email 我想都給不上來自遠方的一封家書 用什麼的詞語去文雅地形容 是歸還的物件呢? 奉還 應該是歸還的物件 在我有危難的時候 你義不容辭地借錢給我 我有錢的時候 一定會相賠奉還給你 但以負面來說 你可以說 你今天這樣對我 他朝一日 我一定會相賠奉還 這個奉還的意思 就是他朝一日 我一定會報仇 令你更加慘 好了 今集的廣東話 我現在說到這裏 下一集再見 Adiós Adiós